机缘成熟 我们辛苦一点 多为社会 众生 做一点事情 没有这个机缘 我们自己多自在 身心无事 自在安乐 诸会想想 哪里有魔障 所以障元都是生在自己 患德患实的念头 佛在经论里头 也在告诉我们 这个念头是错误的 事出事件一切法 皆不可得 事实的真相相有 体无 似有力无 这个在经教里面 我们已经多了很多 听了很多 可是我们的经济 我们的经济 这也是事实 为什么 转不过来呢 熏悉的力量不够 我们无事 我们无事皆来 在这一生当中 可以说是时时刻刻 都接受烦恼的时期 这个熏悉的时间太久了 力量太强了 我们在复发的熏悉 时间短 力量不弱 这就是正念 敌不过邪念 到底在此点 如何使我们的正念 产生力量 受到效果呢 没有别的方法 只有密集的 读诵受持 所以我们想想 世尊当年在世 49年 天天讲经说法 每天讲经的时间都很长 不是像我们现在 两个小时 佛自己说法 佛爷命令弟子说法 这是我们在经上看到的 经里面常讲 五种人说法 不但常随弟子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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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根本就知道 白贤医些 不但常随弟子说法